歡迎大家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來到我們問答的環節 新的嘉賓是來自要財證券研究部的分析員 譚哲樂先生 阿呐 你好 有事想問阿呐,要快點打電話 電話號碼是204-6566 電話號碼是ASK-BSTROCK.COM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現在的事況 恆新指數最新升至138點 最近是21567點 另外國企指數升至63點 最近是10522點 成家方面暫時有92億 其次方面高水近是4點 最近是21571點 我想跟你談談本地的地產 你看到如果今天打開財經版的頭版 很多的報章都說到 有一個內地客用400萬 買了余景灣的一個單位 已經實施了新政策之後 第一個人是代入了BSD這個稅網 要交成60萬的稅 當大家都以為內地客要交成15%的稅 可能會有一點熱情減卻 雖然現在只有一單 起碼有人就算給多15%的稅 都肯落搭 你看回這單新聞 買了400萬的樓 正是說BSD都給了接近60萬的買家稅 其實正前前後後進行這單交易的時候 正在稅項除了買家稅之外 加上印花稅 其他律師費等等 可能雜費 加上都差不多接近90萬左右 其實你看到內地人都始終來買樓 始終在說第一 就是其實相關措施 沒錯你說減低了內地人來買樓的異辱 但是始終如果你說一個海外投資客 第一想來香港投資本身 房地產是首要投資的項目 都會來買 始終你說做長線投資15%的稅項 始終可能投資者都會認為 未來樓價如果有機會升多過15% 都可以抵消 再加上有租金的收入 這方面 其實整體來說 未來都會有一些內地買家 可能會來香港買樓 但始終留意 說明年花稅 始終由上星期五開始推出 到今個星期二就已經有成交 即是在四天內 其實官網時間 的確不算多 已經有內地的第一單生意出現 始終都會令到市場挺震驚 接下來陸陸續續都可以留意 其實會不會真的見到 再多些內地人來買樓 其實可能性的確是有的 始終第一個原因之前提及到 樓價接下來 只要繼續看上升的話 始終內地買家 我相信都會來香港買樓 始終房地產投資上 香港市場上都比較成熟 比較穩健 始終比較少爛尾的工程 都令到一些內地人 會比較喜好來內地買樓 另外再講一個人民幣匯率 始終目前來講 內地的經濟放緩 這個大肥挫摧 你說近期來講 沒錯 看到人民幣 升到一些比較歷史的高位 始終市場認為 這個人民幣升近期來講 轉強勢的主要原因 都是跟美國總統大選的原因有關 始終覺得 接下來有機會 在總統這些大選結果 完結之後 始終人民幣有機會回落 始終第一 目前來講 內地的出口業仍然是飽受困難 第二 始終內地的經濟放緩 接下來中央仍然有機會減息 所以你說如果人民幣有機會轉弱的話 你說這方面都會令到內地的客人 現在有機會買回一些港元的資產 好像本港的房地產的投資 始終如果一旦買入港元的資產 那人民幣一旦貶值 那內地的投資者 亦都可以享受人民幣貶值的時候 所賺取的利潤 所以我自己看回整體現言 香港的房地產市場 我相信未來 都仍然會有內地的客人來投資 但是始終我相信整體現言 幅度會較少了 始終第一 15%的印花稅 好像今次400萬的一宗成交 前前後後稅項都差不多接近90萬 所說的金額的確是相當不少的 所以你說接下來 你值得留意 我相信未來未必真的會出現一些 繼續見到陸續有消息出來 內地客人會來香港買 但是整體現言 可以留意未來來比較關鍵 就是當一些新盤市場推出的時候 究竟內地客人來香港買新盤的反應 究竟是如何呢 這個是值得相當關注的 沒錯 看見今天的地產股 不知道是否有關消息事 但始終可能之前累積的跌幅太大 今天都有一個反彈的情況 先跟大家跟進一下股價最新的表現 長十方面現在升1,113.3 恆基地產方面升8毫升 53.8毫半 新宏基地產升5毫升 107.4 新世界發展升2毫升 11.96 信貿易方面升1毫升 13.86 雖然說跌了很多下來 但其實現在都是去到9月初時的水位 幾隻地產股 其實仍然是偏貴的 我問一下安來 其實你覺得地產股現價是否可以買入 或者是否可以再撐下沙的長線部署會好些 我想地產股其實沒有錯 近期來說累積升幅的確是不少 但是你說是否偏貴我自己都會有個保障 第一因為見到 在今年和過去那一年來 本地地產股整個樓市銷售的情況是非常之好 你說隨著一些帳目慢慢地入帳 相信未來的一年 整體現年利潤率的利潤 相信是非常之可觀的 所以你說 計算到時的股值 2013年股值 其實你說現階段不算非常之貴 那這方面 所以你說地產股是否有機會見頂 暫時來說未知之數 所以我自己看比較關鍵 始終都是在說 過往來說 一些新盤銷售 說內地客都差不多佔了20% 那當如果這20%的購買力 減退到剩下5% 可能剩下5%的人 在內地買樓的話 始終對新盤銷售來說 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一旦你說新盤推出 銷售的速度慢了 那頂頂而言 未來整個資金周轉 那個速度都慢了 那盈利能力方面 都會有機會減低了 那所以你說 始終在說 留意 始終在說新盤銷售 內地客 究竟對新盤樓市有多大的影響 對本地地產商來說 都是一個比較關鍵的因素 但是你說見到今天升了上 除了可能之前提及到那宗新聞之外 最主要始終都是在說 詳實昨天臨尾收市那段時間 都出來說 其實今次的BSD 或者現場的SSD 這兩個辣椒 對於本地的新盤銷售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詳實都不打算去調整價格 我想值得留意 就是譬如一些新盤銷售的出力 依鄉7家仍然維持著之前的高水平 究竟整個銷售情況 能不能夠持續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究竟本地的剛性需求 能不能夠帶動 本地的新盤的樓價仍然站在這些水平 如果能夠保持著在那個價位上 成功出售 我相信整體仍然 本地地產股仍然可以繼續向上 好啊 如果是繼續向上 有沒有說哪一會好一些 現在說住宅方面的項目 就是住宅方面 就是一些稅項的限制 會不會做一些工商鋪為主 或者做寫字樓比較多 譬如九倉 這些會不會升幅會不會更加好呢 你說盈利表現會不會好過地產商 其實我暫時來說 我仍然是比較看好發展住宅的本地地產商 始終說如果工商鋪的話 第一擔心經濟增長放緩 始終九倉這些公司 好像欺慎等等的廣章 比較大的收入依賴著一些零售店鋪等等的租金收入 但是始終見到近期來說 一種零售股業績都不算太理想 始終說擔心零售這個市場受到自由行等等的問題 自由行來講的人少了 消費肉減低了 你說租金有沒有機會再繼續長升長有 都有一個大的疑問 因為始終說一些店鋪開始支持不住 到目前來講高企的租金 那未來一旦租金放緩 對於零售店鋪的發展商會有一個影響 工商鋪始終說未來政府也有機會出一些措施 打壓工商鋪炒作 始終除了住宅之外 政府也明確指出 不希望整個工商鋪又再價格有機會長升 令到一些租金持續上升 令到一些生意經營比較困難 導致整個經濟發展出現問題 所以我說這方面都不看得太樂觀 反而住宅需求其實之前提及到 其實只要你說如果一個剛性的需求 即是說本地居民 對樓宇的需求支持住樓價 目前在這個水平的話 整體然而我自己相信樓價跌幅未必真的會太大 所以你說後事來說 我覺得本地地產商仍然是可以持續看好 那你說哪一隻的 我想都會選一些可能發展一些實用 住宅為主好像長實、新地等等 始終說擔心了 可以發展豪宅的情況 始終說豪宅過往來講 內地人的買家的佔比仍然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說一旦BSD、SSD這些措施 影響到內地人來買樓的話意欲 豪宅那個市場受的打擊 有機會真是比較大 所以你說如果要選的話 可能都會選一些 發展一些中細型單位的實用面積 面積比率高的發展商為主 好,謝謝阿萊 有興趣的朋友都可以留意阿萊說的 譬如長實或新地 好,剩下時間跟大家跟進 就是內地股市最新的表現 上升指數現在跌不足1點 做2,061點 日中的高位2,066點 低位2,054點 另外,滬深300指數最新升4點 做2,244點 另外,深盛城市方面升31點 做8,426點 兩市的成交加起來是200億左右 先談談內地股市的表現 近期來說都是牛皮偏遠的感覺 是否這個格局要維持到何時呢 是否去到下個星期 可能18大開始了 才陸續續可能有些政策出來 才會有一點點起色 其實要猜中央何時放出政策 到目前為止都比較難猜 究竟在18大前還是18大後 會出政策 兩個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所以現階段的官網證實是非常濃厚 但情況就不算太悲觀 我想始終最主要要見到 中央昨天都宣佈了一個比較大金額的逆回投 相對地等於一次 效果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這方面都舒緩了內地銀緊絕的情況 看到上海銀行同業拆息 經過昨天大量的逆回購之後 銀行同業拆息的息率 都從一些高位回落落 意味著資金緊絕的情況 有改善的跡象 這方面對內地經濟環境 有一個幫助在 但始終我相信 看到中央仍然這麼大量逆回購的話 未來短過兩三個星期 我相信都比較難 去下一條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或者去改動一個貨幣政策 放鬆緊緊 始終都希望在十八大前後 整個貨幣政策會保持穩定 亦都不希望等等 好像樓市等等 出現一些太大的變動 令到失了預算 所以你說後市來說 我想上證指數短期來說 都應該會反覆復在一個橫行的區間 徘徊在二千點至二千一百點 怎樣做這個水平 但是後市我覺得比較關鍵 其實你說如果有一些政策出台 我相信上證指數要回升上去二千一百點樓上 不難的 到時又情況 我相信整體然然 整個入市異獄等等的情況 都有機會改善 A股到時才有機會再進一步做好 你剛才提過 昨天人行方面展開了三千九百五十億的逆回購 創了單日以來的紀錄新高 你覺得一直以來 我們看回這幾個月 其實人行一直都是用逆回購的方式 向市場泵水 你覺得那個成效好不好 還是說減一次息或減一次存款準備金率 成效會更加大 我想其實你說如果對經濟有實質幫助 減息和減存款準備金率 這個幫助一定會被逆回購或有效 但是留意一下 為什麼不減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或者不減息 最主要都是擔心樓市有機會再一步升運 其實你看到近期來說 內地樓市的確有一個很明顯穩定的勢頭在 甚至有一個醞釀的情況 就是好像樓價有機會再度上升 始終內地同一項情況見到的降性需求 仍然非常之高 而且非常之強 而且內地的資金非常之充裕 買家的購買力仍然是非常之強勁的 這方面都擔心 一旦再減息或者減銀行存款準備金率 樓價會再一步上升 中央我都提及到了 不希望在十八大前後 有機會令到樓價再進一步升溫 始終中央不想見到這件事 所以短期來說 都會繼續依賴易回購 令到內地的銀根舒緩 但是你說整體然然 易回購只可以說有好過沒有 始終一旦沒有易回購 內地的銀根非常之緊缺 會令到一些企業借貸都比較困難 令整個經濟活動 有機會未能做得比理想中為好 所以你說近期來說 易回購我相信整體然然是有幫助的 但是整體然然比較關鍵的 都是留意後市來說 除了易回購之外 有沒有更多的政策 可以幫助內地的經濟回運 美人美人昨天發表了一個研究報告 他就說其實坊間路說 內地的經濟今年的形勢 是 U 型還是 L 型 他認為兩樣都不是 因為他覺得走出下一波之後 是越走越差的 我問一下Ano 你覺得是中國經濟 可能在第四季或者下年 你覺得是會繼續出現放緩 還是怎樣 我想大家看回A股的走勢 首先說回 其實10月初 看到A股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最主要市場都是衝勁發 內地的經濟會出現一個 U 型的走勢 始終看到第四季 經濟足底回升 即第四季經濟好過第三季 我相信這個應該是非常大的可能性 亦都可以確信 始終見到基建一些投資等等的壓度 好像鐵路部等等的投資 都見到加大了 整體現役 第四季經濟有望 足底回升 但是這個回升勢就不能夠持續 目前一刻 市場開始有點懷疑 因為始終見到 去到沒有一些明確的政策 支持譬如在2013年 究竟內地的經濟可以怎樣改革 怎樣可以進一步發展 看到情況始終說 去到2013年都會受到歐美等等的影響 出口業仍然是飽受困難的 所以見到目前這一階段 市場都會擔心 沒錯 你說內地的第三季經濟有機會觸大 但是目前來講 看回可能性比較大 就是平穩保持著增長 可能保持著7.5%左右 甚至有個風險會繼續放緩 所以你說市場 我想始終目前來講 比較關注的就是 看回中央究竟未來 在十八大後 有沒有一些明確的政策 支持在2013年內地的經濟怎樣發展 如果日未有這些政策出台 我相信整體現時 A股暫時來講 仍然難保持之前的反彈洗頭 好,謝謝阿來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麻煩你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過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好,我們要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是有我們另外一位嘉賓 跟大家繼續跟進市況的最新發展 看現在恆新指數 說最新是升近133點 最當然是21567點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見 好,再見